出於 ecc 詞曲 李宗彦 天空 無 Bronze 無習 我看不見你 風吹過的記憶 点点滴滴梦里 醒来的心 未曾平息 时间的眼来一滴 落下竟如此美丽 遇上了岁月的呼吸 化解了凝结的回忆 用一身寻找四季 心里那宁静的痕迹 是默默暮光的日子 温暖的窒息 记忆 请你出去 敏燕燕 我得把造版组织正式通知 王湘兰自决于人命 她的家产被充共了 所以今天你必须搬出 你让我们搬去哪儿 你要是真的没地方住 你可以住吗 不管怎么说 我也是你第一个男人 再说 我一直觉着 美美 是我的手 是我的手 你个伤悟婊子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不是县委书家儿媳妇 刘云时早就下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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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云时也不要你 病人家属名头 早就名存失望了 住嘴 我留营时你 你干什么你 你 你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啊 我是来专政的 我代表总司 来接受王湘兰的房产 什么滚 你 我告诉你们刘司令 就是我让你滚的 是我刘云时让你滚的 你滚 来 兴兰 我对不起你啊 没能保护我这个母女 对不起啊 妹妹啊 吓着你了吧 爸 跟我回去住吧 爸 我这些年 都没有带妹妹去看你们 都是我的错 对不起 别说了 你们在都待不住 他们还会再回来呢 就算你跟世君 做不了夫妻 妹妹还是我的孙女嘛 你还是我的孩子 走吧 跟我回家啊 主任 您怎么站在门口等我 小易 跟你说点事 省工作组的同志啊 到我们厂来蹲点了 这是我们厂最大的光荣 我把这间大屋子腾出来了 现在啊人在里边呢 那找我来干嘛 工作组的同志啊 点名找你谈话 找我谈话 嗯 你好 我是杨小易 您找我谈话 你好啊 你好啊 没想到吧 我也没想到 咱们还能在青云见面 真是山不转水转 我们 你怎么会来青云 你怎么会来青云 我不仅会来青云 而且我现在是工作组 文化大革命的洪流 浩浩大 顺之者常逆之者 我顺应潮流应远而生 当然会成为时代的 你怎么会被发露到青云来的 我想应后长 资源来青云 不对吧 这好像不是理由 我呢 翻看过你的档案 你大学没读完就被调调 当年你在北一的时候 那可是高材 那是 追求者如云 非富即贵 你不会 在北京又出什么事 我以为你 你不是最擅长调查别人 连我在北京出了什么事 都没调查出来 你还来问我 好了 咱们不要提那些了 说心里话 我真的没想过还能再碰到你 这说明咱们俩其实还是有缘分的 好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是那么漂亮 青云的穷山恶水 也没有改变你的眉毛啊 杨小叶 这些年啊 其实每天玩的 方纵纵的 好 还是那么有个性啊 但是杨小叶我想告诉你 这里是青云 我现在是这里的主宰 同时我也是你丈夫 伍斯明的顶头上子 杨小叶 如果你对我客气一点的话 我想我会给你的生活带来 很大的改变哪 谢谢你蕾蕾妞 我们家不求荣华富贵 我请你远离我的丈夫 我想这只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吧 伍斯明这个人很简单 说好听点呢 他是要求上纪 那说的不好听他就是一个官迷 但是没关系 我很乐意帮助他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我非常乐意看着你身边的人 在我的观照之下 想不到 吕维宁这样的人 居然会摇身一变 变成造反派童童 而且来到青云 他今天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眼神 都让我不寒而落 我甚至有了一种可怕的预感 厄运 可能会再一次降临到我的生活当中 我觉得爸说的有道理 你听听他的吧 爸 爸现在老糊涂了 那天喝了酒胡说你也信 晓忆啊 我现在给你讲讲 现在的形势啊 我现在呢离近狗委会就差一步 你说要没有文化大革命 我这样没身份没背景的普通工人 哪有机会登上这么重要的领导岗位啊 所以我一定得抓住 说句你不爱听呢 我觉得啊 你就适合在工厂里搞搞技术啊 搞搞核心什么的 那是你的强项 天天跟他们去搞政治 总觉得不适合你 杨小姨 是不是在你心里 你只觉得刘时军那样的家事 那样的条件 才适合去搞这政治 当干部啊 放着 你好 易达 我就不明白了啊 你丈夫我现在是前途一片光明 你在这儿不但不鼓励 你还泼冷水 你觉得正常吗 行行行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我提醒你一句吧 忘人之心不可苦 是 我是得防 该防的我一定会防 行了 开会儿 同志们啊 刚刚接到上级指示 有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 需要我们去完成 因为任务的特殊性 大家就不要记录了 听我讲 但是一定要记在心里 你们呢 是工作组精挑细选出来的干嘛 政治觉悟高 立场坚定 下面我要向你们提出几点要求 一 听从工作组的安排 不要擅自行动 二 要严格保守秘密 不得向任何人 透露工作组的工作内容 您好 请问这里是干修所吗 对 是 你们刚才这儿有人给我打电话 让我过来一趟 我是机械厂的杨小艺 您就是杨小艺同志啊 请跟我来 刘代表 人来了 刘世军 小艺 什么时候来的 我来了好几天了 是来出差 不 执行任务 我这次 是以军代表的身份来清云 我想告诉你 我难免会和吴思敏 和李维宁打交道 跟你打个招呼 做好思想准备 为什么你跟李维宁 会同时来到清云 立学证明院安排吧 我来到清云 也了解了一些情况 我知道 吴思敏现在是以造反派的身份 进入了革委会的筹备组 而且他在当地造反派当中 实力很大 所以才会成为李维宁的 拉拢目标 他现在热衷于造反夺权 跟以前变化很大 那你知道李维宁 是怎么起家的吗 我正想问你呢 他当年被北一大开出公职之后 就回家种地了 后来这小子又称自己当年受反洞路线迫害 借到北京串联的机会 替自己名冤较屈 结果被首都的红卫兵司令部看中 就此东山再起 火线入党 火速提拔 他这是欺骗党欺骗组织啊 可惜 当年处理他的北一大当委已经被夺权了 那些领导 不是被当成反动学术权威打倒 就是被当成牛鬼设身 关起牛房了 所以才会让这样的小人乱中得失 世俊 你刚刚说想让我有个心理准备 你是不是想让我去揭发吕文宁 不不不 我就是想扳倒塌 也不会利用你 你现在的处境已经够让人担心的了 所以我根本不会让你 卷入这些险恶的政治漩涡当中 我今天叫你来 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我希望你能够离开清云 回永城待一段时间 回永城 对 我知道现在永城情况也不好 可即便是这样 也比清云强 而且 我这次是带着任务来的 不便多说 你是医生 能不能想一个办法 或是说 让自己得一场病什么的 能够离开清云一段时间 一个月 如果不行 二十天可以吗 你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不能 就是说 如果我离开清云 会影响你的工作 是的 好 我明白了 我想办法离开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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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吧 回答你 好 好 沈云 我不能送你了 好吧 这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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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太好了 毒蛇就要出动了 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战役 马上就要打响了 不自明 现在可是考验你革命坚定性的时刻了 现在可是考验你革命坚定性的时刻了 李副组长 请您指示 回去动员你的妻子 让她参加这场战役 让她参加这场战役 我妻子她她她她行吗 我妻子她她她行吗 我是在为你捞取政治资本啊 谢谢李副组长 妈妈 我们要去外婆家了 这怎么说走就要走了呢 是不是你和大明 你们俩又你想哪儿去了 我妈老写信来 说想见见外孙 就带她回去看看 这么小的孩子出这么远的门 我真是 你不跟你妈去行不行 跟奶奶在家行不行 不行 我就要跟妈妈去 小白眼狼啊你啊 你放心吧妈 喜欢也不是娇生惯养的孩子 没事啊 自从喜欢出生以后 一天都没离开我 这因为她舍不得你 怎么知道 大海航星靠脱手 尔子 小叶 我去拧场把你的探亲假取消了啊 干什么 对了 你先别回永城了 工作组交给你一个特别重要的工作 工作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去 你这什么态度啊 我告诉你啊 这是吕组长亲自点灭要你去的 吕组长的事我就更不去了 走走走喜欢 跟妈妈去外婆家走 行行行行 你干嘛呀你干嘛呀 你过来 我要出外婆家 我要出外婆家 小兔子 你打他干嘛 我不扰你了 找奶奶去 你干嘛呀你 你不会好好说啊 我告诉你啊杨小叶 这可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交给我的任务 你必须得完成 这关系到我的政治前途去 开什么关系 快走 那这你的前途跟我有什么关系 去找你奶奶去 走走走 现在跟我走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的 你这个缺德的 打我孙子干什么 行行行 有有有有有有 明哥 明哥 万事俱备 指前东风啊 好 别叫明哥了 叫同志 武司明把我带到这里 让我一下想起了刘世菌 想起他对我的叮嘱 想起武司明对他的记恨 吕 về您与他的救援 我似乎明白了 刘士军让我离开的原因 我想 如果他们企图利用我 打击刘士军 我会和他们距离离争 逼急了 就以死抗争 欢迎你啊 杨大夫 我们这儿有一位患者 需要你的治疗 跟我来吧 来 给你出来 刘士军 刘士军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是上级 派到青云之左的军代表 以后 这边我来负责 既然都认识 那我就 不用再多介绍了 刘代表 这位呢 就是按照你的要求 找来的保健医生 旅副组长 我要的是保健医生 不是一个小惩医 我们清云啊 就这条件 你啊 就凑合着用吧 好 好 将军 保健医生来了 呀 你应该还记得吧 这位就是当年大明顶礼的 尹贞贵将军 你呢 不要有什么顾虑 尹将军此番来清云身体有样 需要随身配备一名保健医生 所以我就想到你了 我副组长 我一个小小的场衣 给这样高级别的首长看病 不像我不够资格 我还是走吧 杨晓月 快来 杨晓月 当年你与尹贞贵的儿子尹南芳谈恋爱 他们尹家查出了你的真实架势 因此坚决反对你们 尹南芳从家里大闹后落下残疾 你呢 也中断了自己的学业 被发配到这个穷山恶水的青云县 这个过程我说得没错吧 作为一名北医的高材生 你当年清高自诩 身边也不乏追求者 可是你偏偏要同比你小两岁的尹南芳谈恋爱 从人人羡慕的大学 如花似锦的前程 到偏僻山村的工厂 黯淡地度过一生 这种失落感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怎么度过来的 说句心里话 我真的是替你感到惋惜和不迟啊 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李维宁 我想说 你难道真的不恨他们尹家吗 不恨 没有全力恨 不对 那是因为你怕 那个时候你只不过是一个 无依无靠的女学生 你斗不过他们尹家强大的势力 所以你只能忍气吞声远走天涯 可是此一时彼一时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彻底撕开了这些所谓革命功臣的画皮 而且尹泽贵现在已经不是 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他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内的 一小撮军内代表人物 你说的这绝对不可能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你不会以为尹泽贵来到清云 是疗养享清福的吧 我可以告诉你 他是被遣送到清云来接受劳动改造的 他来接受劳动改造 为什么 没有什么为什么 而且我给他的劳动改造地点 就定在了永华机械厂 其实今天我找你谈话的目的 就是想动员你接受这个光芒 而又艰巨的政治任务 我呢 让你做他的保健医生 近距离地监督他观察他 凡是他的所有事情 都事无巨心一一向我汇报 这种事情我做不了 这种事情我做不了 杨小姨 你敢拒绝清云革委会筹备所的命令 你是不是忘了自己的身份 我什么身份 你不要忘了 你是大自宏家的后代 你的两个舅舅现在应该还在台湾吧 而且这些事情 你应该从来都没有像所之上会 你的丈夫伍斯明也不知道 我本来不相说 你看你非比我把它说出来 你应该很清楚 我自从来了清云以后 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提起到这些事情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呀 已经过得很苦了 我不想再看到你这么继续地艰难下去 其实 我又何尝不是呢 往事不堪回首 算起来 咱们俩 都是天涯的恶人 也同为隐家势力下的牺牲品 好 你看你 我都要不得了 你知道吗 Consciousness 你救我来继续 你救的女生 便宜是など 把此事都踹来了 我直接放上去 你能让我操开 你能把我操开 你可压的事情 你得了 刘世军 我告诉你 宝皇太绝对没有好下场 你不要充当尹泽贵在清云的保护伞案 吕副组长 稍安勿躁 我作为军代表 有责任妥善安排将军的工作和生活 那我也告诉你 我们奉的是中央文革的命令 坚决揪出埋藏在军队内的黑线人物尹泽贵 你啊 不要想把清云当成他的避风港 阻挠革命群众对他的审判 我告诉你 你这么做只能是堂毕挡车自不量力 你也别在这儿拉大旗做偶皮 清云是三支两军的重点线 在这儿 你要听我的命令和指挥 你少拿军队下 谁要反对文化大革命 我们就坚决地把谁打倒 那你也太幼稚了吧 毛主席曾经说过 枪杆子里面出场权 哪里都可以乱 就是军队不能乱 好啊 那咱们就 走着瞧吧 我认为了 这事 我认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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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军队 我们都做好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 有个人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 好 生死 难道是隔这么多年 你还是旧情难忘了 要吃这些和你不相干的醋吗 来这废话 你自己做过什么心理清楚 记住 这是我给你的忠告 好 他好像进场里了明哥 替你干回来干什么 好嘞 我里里外外都看看 没找到人 看着你嫂子了吗 嫂子 我 要 要不我再进去看看 不用了 行 那你先回吧 明哥 行行 那我 我先走了 走吧 美国 美国 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是绝对不会让吕维宁之流 可以喊动的 我这次来 对外是青云之左的军代表 但实际上 我是受首长制托 来保护将军 必要的时候 我会用生命 保护将军的安全 用生命 刘世军你在说什么 难道在这场运动当中 会有人死吗 小姨 现在是非常时期 什么事情 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你早就知道 将军要来青云 你故意让我走的是吗 我不想你在这件事情上 卷到漩涡当中 将军也是这么想的 将军 将军也不想让我留在青云 当然不想 可是将军落难于此 吕维宁他们 现在还在找他的黑材料 我都不知道 他们下一步会做出什么更险恶的事情来 而且 你跟将军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非常时刻 更是机密 绝对不可以暴露 如果有可能 你最好按计划离开青云 一定要说服吴子敏 做到这个 有困难吗 应该没问题 那就好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 上去的时候小心 不要让他们发现只有地下室 我知道 那你自己小心啊 我不会有事的 将军更不会有事 那我走了 对过来 是吗 是吗 自我 看看 有事您要做出对的事 方式 而是 不就 客宾 一分音乐 四敏 李琳 你在这儿等我 这灯好久没亮过了 再不开灯管都要老化了 就跟咱俩现在一样 是吗 什么意思 刘世俊呢 什么刘世俊 刘世俊 你能不能别跟我装了 你干什么 伍思敏 这个人看见多不好啊 看见怕什么 你还怕丢人啊 我告诉你 我眼睁睁看着他进去的 你前脚从歌委会走 他后脚就跟过来了 他来这儿不找你找谁啊 干什么 伍思敏 我干什么 你要不要脸啊 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你在里边会老情人 让我在这儿跟傻子一样等着 杨小姨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刘世俊在清云 没话说了是不是 我说我来告诉你 你们俩前天就在招待所见过面 对不对 对不对 你们俩偷偷的约会 已经不止一次了吧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老爷 这不说话了 好 那我问你 你见你的旧情人的时候 你想没想过我 你想没想过儿子 你想没想过这个家 你看 你看 你当时说 出雷灯是咱们爱情的象征 真可笑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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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手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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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吴斯敏 我是见过刘世俊 因为我知道你气度 心而小 你会误会我 所以我不敢告诉你 我们谈的是工作 因为他跟我了解 我们厂子的情况 不是你脑子天天想的 一些吓死的烂的事情 不听好了 吴斯敏 因为我在乎 我在乎这个家 我在乎喜欢 所以我才要离开 这个是非之地 明天 我去带着儿子走 我再也不见他 听到没有 周胖 我们走了 好好照顾你明哥 有点什么事帮帮忙 嫂子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走 我觉得吧 明哥正在关键的时候 你不应该扔下他 就这么一走了之 什么关键时候 你知道吧 尹泽贵这次来清云的 可不是来监督劳动的 上面的意思 是把他在清云 彻底批倒批臭 把他整死 你听谁说的 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 这可是天大的机密 我也是听吕副组长他们说的 是吗 那你听吕副组长还说什么呢 他还说吧 尹泽贵就是隐藏在军内的 大内奸大叛徒 还有别的吗 我 我就听说这些了 可是我想吧 如果能在咱们清云县 抓出这么大的一个牛鬼神来 那可是奇功一箭呢 如果在这上头 你要是立了功 那明哥当阁委会主任 还不是指日可待了 这么大好的一个机会 你为什么不留下来 帮帮明哥呢 为啥 老师傅 你还真得好好出点指点我 这个玩意儿 我虽然说过去摸过 但那好多年前的事儿了 现在这个手都生了 你看看这个 您是带兵打仗的 怎么也会这个呀 那个时候是勤工俭学 当年在法国李昂的工厂里 这车工钱工我还都学过呢 怎么样 我鼓头鼓头 你们给我平个鸡 你别说 这老眼头还真有两下呢 胡祖东西 叫尹将军 是他自己说的 他已经不是将军了 不许跟师傅盯着 没关系 没关系 小兄弟 我到这儿来 就是来劳动 接受教育 以后你们就叫我老眼头 挺好 对 总 丁将军 我这些徒弟啊 书念的不多 都是大老粗 他们胡说乱说的 您别放在心上 不错 您要不是落难了 我们哪有机会见到 像您这样的大人物呀 是 可不能这么说 这车间里哪有什么大人物 大家都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 你们就叫我老眼头 我心里就挺舒坦的 那以后我们可不客气了 老眼头 哎 哈哈 累了吧 来 喝点水 哎呦 我还真是渴了 你就喝点水 哎 重大新闻 批判二月逆流 老少爷们扣边站了 一百八 一百二 这血压太高了 这血压太高了 那怎么办啊 要是杨姐在就好了 我还没见过这样的病症 要不我们叫辆车 赶紧送她去医院吧 这 刚才在车间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就是工人读了几篇报纸 怎么就倒下了 批判二月逆流 老帅靠边站 吐死湖碑 他这是提出来的 行了 吕同志 别说这些了 老头倒在我们这儿 这万一要出事 则怎么办呢 你赶紧拿个主意吧 那我也得问清病因啊 这样吧 城里找路车给他送面了 怎么了 这是 我看看 许晗哥 没走啊 嗯 不行 病人血液太高了 现在不能搬动 口服降压药 快 怎么样啊 疼快晕了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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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了 慢点 慢点 你看 让你们大姐们都担心 你送我去车间 干什么呢 别去了 您赶紧休息吧 没事了 没事了 首长怎么样了 小易 刘副组长 你们能出去谈一下吗 嫂子对你吧 那是真不错 我一跟她说清云的大局 她立马就决定不回老家了 那个 有嫂子帮你忙 进阁委会那件事 准成了 什么准成了呀 以后这种话少说 注意影响 喜欢呢 你猜猜猜 我抓到他没有 猜不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你带了一副墨镜 你看不见 好 那墨镜爷爷就让你看看他的本事 好不好 好 好 哇 真的抓到了 你喜欢不喜欢 喜欢喜欢 好 来 我请爷爷把它送给你 拿好啊 拿这个地方 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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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会做 他现在太忙了 没有时间给我做 那天 爷爷明天给你一遍 好不好 好好 天空 无声无息 我看不见你 风吹过的气 天天地地梦里 醒来的心 未曾平息 时间的眼来一滴 落下 尽如此美丽 遇上了岁月的呼吸 化解了凝结的回忆 用一身寻找自己 心里 那宁静的痕迹 折磨你目光的日子里 岁月的痕迹 万难不知是 岁月的痕迹 万难不知是 万难不知是 奇异 用一身寻找自己 記憶 心裡 那寧靜的痕跡 觸摸你暮光的日子裡 溫暖不只是記憶 寧靜的痕跡 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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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居